突发 白宫正式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因中共正在大屠杀 12月6日据CNN报道白宫发言人沙奇周一在例行简报会上宣布拜登政府将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 沙奇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发出一个临着信息及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意味着不能一切告就 沙奇称拜登政府将不会派选外交官或官员出席北京2022冬奥会冬奥会 这是鉴于中国正在进行的针对新疆的大屠杀和犯罪以及其他人权侵犯 另外他也表示白宫全力支持美国代表队在国内为他们加油 沙奇称希望借此传递清新信息及中国的侵犯人权问题意味着市政不会如常进行 但他表示白宫认为以惩罚运动员的方式全面抵制奥运不是正确或公平的做法 沙奇还表示对北京冬奥运会的外交抵制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侵犯人权的担忧到此结束 另外他表示已经通知了盟友这一决定他们需要自行做出是否跟进的决定 据媒体报道华盛顿于几周之前就做出了这一决定 但选择在本周宣布 上一次美国抵制奥运会是在1980年 当时美国等国对战莫斯科举行的夏季奥运会进行了全面抵制 美国运动人没有参加那些奥运会 时刻新闻编辑播报 美国抵制奥运会